好,我們現在去完機路去神戶 這間屋很搞笑,刷到爛了 這間叫生田村 生田村 它會噴水,多可愛 接著一個小朋友可以在這裡玩水 我小時候很喜歡玩這些水 有些圖案在這裡 九龍北錦 好,我們來到這個神神戶的 竹中大公道巨館 希望在前面進去 不然就在後欄進去 去到四點半營業時間 這個小庭院 完全看不出它是 幫我們滾那個 這裡就是 一顆釘子 都不用 一顆釘子 也不用 這樣就吃實了 一個吃一個 變成四個就卡實了 然後用一粒小筍就可以吃實 就是所有東西 吃不吃得下 吃了午餐吃不下 你怎麼做的 怎麼搞的 試這個 這個 吃這個 這個 這個 比較深 吃這個 剪了十目 不是IKEA 這個頂固了 你看 搞錯 從小到大都沒砌這個 這個女生 我示範一次 這樣打斜 進去吧 進去吧 要不然你不能進去 YEAH 你先拿開它 完全回來 測試片才行 可以 好 OK 這個我也吃 這是西洋 西洋 哇,這些複雜很多 喜有處理 他慢慢砌 他慢慢砌 然後怎樣設計 這個 是整條橋 好厲害 我以為是水車 橋來的 橋來的 他後面 畫了一條橋 他怎樣 砌一條橋 這是不同的筍 筍 為何叫做 艾仁 為何叫做艾仁 你把艾仁 你是為何叫做艾仁 亦做艾仁 也這麼叫做艾仁 是用些秘密的 開一整個的艾仁 都會開不上那些艾仁 這是木畫 不同的東西 它都會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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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中間塞一些東西 塞進去 難怪我看 任天堂的公司就是這樣 原來他訪問那些木公司 然後將它變成紙 原來我在玩 天天 那個體盤 整間都是用木製造的 但是又有些現代的感覺 有些鐵,有些鋁,有些玻璃 Mini很喜歡 你的廁所也是嘗試做到這樣 這個中庭 現代的感覺 又好像很大自然 工具大傳 由石器時代,鐵器時代 去到這個 唐宋時代 石丁莫表時期 江湖明治 和現代 所有的演進 在說的木工的工具 由虎,鋸,左,跑,刮 和鋁 石器時代的工具 石頭,木,虎 這個已經完美化了 後來石頭不用 當然用鐵器 鐵器凹出來的效果 你看 這個 和石頭 劈出來 很有分別 切位 石頭 花 石有功耐 多尖 很尖 分別 放幾 原作 好 石器時代其實跟現在好像沒有太大分別 石器時代亦有些粗糙 小的尖刀 或是小的、精緻的腳 石器時代做到的屋屋 他就說聖文時代做的就是搭支架、石斧、鎚鎚、刮木 以後他可以做到一些簡陋的屋屋 在鐵器時代做的屋屋,你看,精緻很多 剛才也看到他撞的分別是很大 是這個打角製時代 那時候就可以有一個大型的木工業 這些呢,就可以移出一條紋路出來 那時候已經有很多佛木工人 一陣子就用這些好用的好處 拍攝一下 有很多小人 等等,是地產更多的 什麼呀? 什麼事 那麽? 打 footprint了,的時候就結成木佛 那麽就可以了 玩到我便宜了 撞到很多木某的時間 有很多刮刮可以打磨石石,磨到平滑 磨得磨到的位置有用途 可以做一些東西再精緻一點 磨的磨的表面的粗糙 然後平滑,再刮,刮走這些,全部都會平滑 整個商業是由佛木去到打磨,變成木板 飛鳥奈亮時代,工具轉取細緻化 有大大小小的鑽,和鑰鑼 兩人和騙人的差別都掌握到,和鑰鑼互相幫助 鑰鑼的紋,深淺,高低 鑰鑼也有講究,於是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塔塔 這是那時候的茶居,讓它介紹鑼工 為什麼要吊著鑼工呢? 當它這樣的時候,有什麼特別呢?我真的不明白 它當時有些鑼鑼,生了三年已經 這就是一個室物,釣著這位鑼鑼 這間道分工的江戶時期 再細節 江戶時代的城堡 作作讀讀 分開了很多的句 那些筍位 為何要用不同的句 為何要用不同的工具 才可以做到這些仔細的工具 道客 如果不是做不到 只不過是花很多心思力氣 技術要多很多 事伴功倍 事伴功倍 這些是天書 秘符 製造這個 桃山天滿功用的工具 你看幾多 這個明智時代 這裏 再加上西方幾何的技術 還有這些鑽鑽 還有紫綱 我都用來做 快速 有